哇 我的天啊 假日外太嗨 上班疲累了 真的 假日放假 然後禮拜一上班 真的很阿炸 今晚想來點什麼 今晚我想來點 最韓式最正宗的韓式料 我也要 不能出國 好懷念韓國傳統美食喔 好 那就來一份夜夜爆紅吧 等一下主廚 你真拿來所謂的夜夜爆紅啊 海苔酥是不是紫菜葉 泡菜炒飯紅不紅 那是不是就是 夜夜爆紅 好我們趕快來吃主廚 這個夜夜爆紅 好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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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吃的耶 超好吃的耶 那個韓式料理的樣子味道 更像我那個舌頭裡面去跳舞 那甜甜辣辣的超好吃的 嗯 起司就是要這樣吃才會爽 對 重點是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起司它其實加那麼多 可是它完全不會去搶調它那個韓式辣醬味道 真的 它的海苔酥搭配上這個濕潤的炒飯 整個就是很療癒 為什麼韓國人那麼喜歡吃海苔和紫菜 韓國人啊 他們好像生日的時候要喝海苔湯 然後吃飯的時候 然後要配那個海苔酥 對 只要有泡菜跟海苔 就可以解決一山了 冬天是紫菜的季節 酥酥脆脆的紫菜 在冬天是最好吃的 只要在上面抹一層的芝麻油 撒上零星的食鹽 這樣製作方法十分耐倫尋味 是韓國人吃飯必備的 也是韓國人參作商必備的美食 接下來熔岩火山 哇 是火山耶 沒人懂這個沒關係 講到韓國最厲害的小吃啊 就非它莫屬啦 真的 我去韓國一定要吃辣炒年糕 趕快吃 趕快吃 主廚 你真的很厲害 這跟我在韓國吃的味道一樣啊 超級Q彈有勁耶 而且它那個醬啊酸酸甜甜的 所以吃了也不會丟得力 這是韓國的辣醬熬出來的辣味 還有大米製作的年糕 難怪 跟我吃的味道一樣 這讓我想起啊 我去韓國的時候 一定要去那個步障馬車吃辣年糕 我想到步障馬車 欸 我聽朋友講說啊 去日本的時候就一定要去所謂的G9 去韓國就要去所謂的步障馬車 對 步障馬車呢 對韓國來說並不是吃正餐的地方 是大家輕鬆聊天喝酒的地方 所以一般不會點的太多 通常都是第一份餐配燒酒 來 熱情雙絲 喔 主廚 真的很會取名字耶 但好不好是要先過張牌這一關啊 欸 這個是韓國爆紅的小甜欸 光看這個焦脆的外表 等一下吃下去一定是嘎嘣脆的啦 他會用兩種起司製成的啊 等一下等一下 安潔 我跟你合作那麼久了 我從來都不知道 原來你光吃就可以吃出這兩種起司 因為我撿到他的包裝 吃飽回家 天啊 回家 回家 等一下要走 還有啊 主廚 你這樣太脆餓了吧 又是餅乾 然後又是酒的 這樣怎麼減肥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減肥永遠是明天的事情 主廚 你還有什麼東西 全部給我拿出來啦 不喝酒我們還有柚香環香果茶 主廚 超甜蜜 主廚 我跟妳講 妳也不要再嘗 妳就跟我講這兩款零食叫什麼名字 我直接去買 兩個都是韓國好利友的 這是金米花脆餅 這是玉桿香烤洋芋片 說到韓國不能不提到炸雞 晚上想吃炸雞又不想吃這麼油膩 金米花脆餅就是最適合的了 韓國人為什麼這麼風靡炸雞啊 這個我知道 因為我之前聽說日韓世界杯的時候 那時候韓國炸雞官方就宣傳說 烏雞 炸雞 啤酒 人生最快樂的事 韓國社會酒文化十分的濃厚 加上西方國家喝啤酒都配炸物 所以就會衍生出炸雞配上啤酒的搭配了 而且這個金米花脆餅 不是我在說 它表面上有那種甜甜辣辣 就那種韓式炸雞那種甜辣醬的味道 非常的帥醋 而且它很脆 真的很像韓式炸雞 厚度比較厚 而且我們是用烤的 所以也比較不油膩 適合晚上肚子餓的時候吃一下 它真的不油耶 它吃起來有那種淡淡的馬鈴薯香氣 然後外面有點那種酸甜酸辣的那種感覺 好嚇死耶 這兩款啊 超適合搭配酒來喝的啦 韓國最有名的 除了桑酒以外 最傳統的酒類就是瑪格麗 它是韓國的米酒 它有那個淡淡的哈密瓜香味 喔 順喔 非常的順耶 而且喝起來有那種清晰的感覺 就是不會有那種很重的酒味 除了一般的喝法 北都家的哈密瓜瑪格麗 加上熱天氣泡水 2比1的搭配是現在最夯的喔 它有當氣泡水喔 出出出出出 特調一下啦 好 韓國人啊 喝酒的時候都喜歡用那種同碗烤酒 對 這樣子一碗這樣接一碗 豪邁的喝 這樣喝酒才好喝 而且我們剛剛喝的那個哈密瓜酒 它其實好像本身%數沒有很高 6%而已 對 所以就算你一碗接一碗喝也不會醉 帶點微微氣泡 很像哈密瓜氣泡飲 我想要寫一首詩 什麼 瑪格麗一下氣泡水 宛如哈密瓜香檳酒 想起了愛情 加了氣泡水以後 它的口感變得不一樣 而且氣泡水又不會太嗆 對 沒錯 所以是溫和的 柚子茶 常聽到 常喝到 但你一定沒有喝過這杯的好味道 主廚講得那麼厲害 老婆不期待了喔 下面有那種滿滿的百香果粒 柚子瓶的味道 這個滿真材實料 這個是特度調出來的嗎 還是就單純就是果醬在那邊加進去 裡面超多料的 沖泡前顏色很漂亮 沖泡後趕緊喝掉 柚子味亂穿你的味蕾 記得喔 要把柚子紮一起吃掉 會很有味道喔 原來它是用這個來調的 欸 等一下 那這個應該也可以當果醬吧 塗在吐司上面 感覺是超好吃的 其實夏天可以打冰沙 冬天泡熱的 或是把它塗在派皮裡面拿去烤 也非常好吃喔 那不就是柚子派了嗎 柚子派 柚子派 柚子派就是柚子派啊 柚子做成的派 柚子派 中秋節也吃了柚子派 嘿嘿 今天看了我們吃了那麼多的東西 你是不是肚子也餓啦 因為疫情的關係 想飛去韓國 卻無法出國的你 那就下班來點好吃了吧 這是最幸福的享受了 今天料理的正宗韓味美食 加了苦統統都有 讓大家在家輕鬆做料理 你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嗎 那就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 分享打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拜拜